嗨,大家好,我是弱斯时间侠 昨天给大家解读了苏小和陈思路 第一卷,星星为我引路的第一篇文章 人的思想的两个相度 这个很多观众听了之后很感动 有的人立即就下单购买了苏小和的陈思路 然后也有观众提出来希望我多讲一些苏小和的文章 我会的 但是你不要总等着我讲 你们要去购买他的书 我还是同样会把他的书放在我的简介里 你打开简介,展开,看更多就能看到购买的方式 那么今天呢,那我就一不做二不休 那我就再来给大家分享 关于苏小和的诗文 昨天呢,推荐了他的文章 他的这个文集 陈思路 今天呢,我要推荐呢,他的诗歌 他的诗集 对苏小和还是一个诗人 昨天呢,文集的解读呢 小和呢,也听了 然后他也很感动啊 非常谦虚的说 哇,听你讲了 我发现我的文章写的还有点意思 其实主要是他写的好 我呢,作为老师呢 就是只能做到他人有心愚蠢夺之 你要让我写,我写不出来 但是他写出来之后 我能够去讲解 今天呢,小和的诗呢 我就不讲解了 有人已经讲解过了 是谁呢 就是于杰 于杰呢,和苏小和呢 是好朋友啊 然后呢,在苏小和的一本 非常有价值的诗集 叫做《天安门哀歌》 然后呢,他请廖义武先生 和于杰先生分别为他写了序 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 于杰先生为苏小和先生 天安门哀歌所作的序 于杰先生这篇序写得非常的好啊 我前面呢,也有推荐过于杰的文章 也是给大家推荐于杰的新书 就是他的这个《润美十年》呢 是吧 那本书呢,我给大家呢 就是分享了他的序言的一部分 就是他托之的几个原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啊 没有读过,大家一定要去读一读 我会做的片尾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于杰 为苏小和的诗集《天安门哀歌》所作的序 《天安门屠杀之后》 写诗是必须的余杰 这篇文章呢,信息量很大啊 我在分享的时候 我会一边读一边给大家做一些讲解啊 它分成几个小标题啊 第一个小标题是 很多人的六四和一个人的六四 六四二十五周年的时候 诗人梦浪编辑出版了一本六四诗选 收入一百名华语圈诗人 纪念六四的诗歌 该书的序言中 梦浪诉说了选编这本诗集的初衷 六四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 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存在 必须被记忆,被呈现,被悼念,被控诉 但是诗的缺席,诗人的缺席 诗性正义的缺席令人震惊 至为遗憾 这本诗集就是为了填补这个遗憾 这里是在讲很多人的六四啊 就是是在讲呢 这个诗人梦浪 他编辑的那本六四诗歌 在这本众生喧哗的诗集中 有许多惊心动魄的好诗 比如诗人火星写道 传说中 那次以后骨灰是在下水道冲走的 以至于没有人活着进入下水道 又能够活着离开 这是另外的问题 下水道就是我们的总和 绝望和希望 人间的入口和出口 其实火星这个诗呢 我不知道呢 我们有多少人呢 就是对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呢 就是有所了解 血腥的屠杀之后呢 要清洗街道 杀人者要涂抹掉 他们杀人的痕迹 清洗街道的水 就流进了下水道 所以在这个诗人 在这里把这个下水道呢 这个意象就变成了 一个中国的象征啊 好我们看 于婕是怎么解释的啊 怎么诠释的啊 他说确实 中国就是一个下水道 从坦克人到曹顺利 从刘晓波到彭丽发 都被消失在下水道中 坦克人就是指的那个六四 六四的时候 那个年轻的身影 挡在坦克前面的 那个坦克人啊 当时在新闻联播上啊 是不是肉喇叭罗惊啊 就是说你看啊 这个躺壁当车 是无法阻挡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 刘晓波 大家应该也知道吧 是吧 就是因为签署这个 发起这个零八宪章运动啊 然后呢 被下狱 然后呢 他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呢 并不能够去领奖 最后呢 被中共呢 是蓄意的 在狱中折磨至死 患了肝癌 他的空椅子事件啊 彭丽发大家肯定有都知道吗 是吧 彭丽发 在北京的利交桥上 是吧 打出 不要核酸要自由 是吧 不要独裁 要民主 对吧 现在 被消失在下水道中 真是生死未卜啊 然后 下水道再将污水 排向全世界 西方世界的人们以为 只要14亿中国人 满足于在臭气熏天的下水道中 自娱自乐 就不必去管他们 然而 黄祸 从来不会闭关锁国 六四屠杀30年之后 屠杀的场景 又在香港街头重演 2019年啊 接着 来自中国的人造病毒 来自中国的人造病毒 祸害全球 中国 却居高临下的教训 全世界都要向他抄作业 接踵而来的是 微信 抖音 拼多多 瞬间攻陷美国和西方国家 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发明 具有极其邪恶的魅力 比传统的毒品 危害更大 这一切 货根都在六四 以及此后 世人 对六四的冷漠 的确是这样啊 我们为什么说 这个你在海外啊 什么微信 抖音 拼多多 这些 你不要去用它 是吧 为什么当初 川普就是说 要禁微信 要禁抖音 因为川普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有很多人呢 现在就是说 你看川普当初要禁微信 禁抖音 禁不了吧 是吧 没做 没完成吧 现在拜登完成 要完成了 是吧 所以说拜登还是比川普厉害 不要这么天真啊 就是很多这个人呢 看问题的时候 其实是 是 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所以就留存在表面上啊 当初川普要禁微信 禁抖音 为什么没有实现 是因为那个时候 掌握众议院的 是民主党 是佩洛西 所以川普呢 所有的啊 那个政策 利好的政策 都会被阻拦 想当初 COVID刚发生的时候 川普第一个 是全世界第一个宣布 啊 要这个控制这个航班的 对不对 那几乎被民主党骂成 什么了 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你如果不记得 你去查一下 你就知道了 哎呀 所以说啊 这个啊 不能够啊 这个听信 那些 所谓的主流媒体的宣传 你一定要有独立思考的 这个精神 中共呢 这个散播到世界的 这些东西啊 真的是比毒品 要危害大得多 为什么说霍根市 六四以及后市 人对六四的冷漠 这个对六四的冷漠 不仅仅是中国人 世界也是啊 六四刚刚发生之后 西方的确是封锁中国 但是很快 很快啊 没才几年呢 是吧 邓小平就开始 南海上画一个圈 招商引资 然后呢 就用利益的诱饵 引诱他们 以美国为首的 就开始跟中国 又开始合作 挣大钱 这不就是 对六四的冷漠吗 对 那场屠杀 眼面不看 掩耳盗铃的人们 却不料 丧终将响彻 你们也以为的 乐土上的 每一寸土地 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呢 大家不要以为啊 就是说啊 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 跟啊 跟 美国人 跟日本人 跟加拿大人 是吧 英国人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了 因为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名 他也为你而名 因为 只要一个人被奴役 你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你看 马斯克 因为他在中国开场 特斯拉 是吧 所以 他 作为推特的 这个 这个啊 CEO 是吧 然后他在自己的推上 对 现在对这个武汉病毒的这个溯源 啊 然后呢 问说这个福奇啊 应该是有这个合作 然后他只是发了一个一条推说 福奇是通过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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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和中国做合作的 实际上他已经很谨慎了 没有说 没有谈这个病毒是跟中国的什么什么关系 只是在说福奇是通过什么项目做什么事 结果就被中国政府警告了 环球时报就说马斯克你在砸谁的锅 是吧 那言外之意就是什么 你 不要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 是吧 你要知道 你还在中国挣钱呢 你要砸谁的锅 你砸谁的饭碗 你以为你讽刺两句 这个 你就 你就行了 你还想不想在中国挣钱了 这就很典型啊 你以为只有14亿中国人被奴役吗 不 那些所有想从中国挣钱的人都被奴役都不自由 拜登为什么面对中国政府面对习近平那么软弱 是吧 在那个 这个这个G20的会议上 是吧 要要要 一步一趋的奔向习近平去握手 是吧 所有的美国官员都要 跟中国官员一样戴上口罩 勒上嚼子 是吧 为什么 不就是因为 他有从中国要挣钱吗 是吧 不就是他要挣中国的奴工的钱吗 挣中国奴工的钱 看起来只是中国的奴工被奴役 实际上他们自己也都被带上了枷锁 OK 我们继续 一位萨尔瓦多作家 曾用三个微开头的西班牙语单词 形容萨尔瓦多 暴力 邪恶 空洞 萨尔瓦多流亡作家 莫亚曾引述已是诗人 罗格达尔顿的话 我们并非出生自一粒种子 或一颗卵子 而是一个农包 他引申指出 如果达尔顿还活着 他一定会说出 我们也是一场大屠杀的产物 在中国的语境下 这句话可以置换成 谁又不是六四屠杀的产物 与我一样 与王姨一样 与苏小和 苏小和 也是六四的迟道者 迟道 不是因为怯懦 而是因为年龄 我们只是幸运的 比天安门母亲的孩子年轻几岁 否则 死在北京街头的 就可能是我们 而我们的母亲 也将无辜的成为天安门母亲 如今在狱中的王姨说过 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只因我在精神上 是六四之子 有人说 你才多大 我想说 我是谁呀 我是屠杀现场的 一个未成年人 当初你们杀人 不能避着我这样的高中生吗 这也是苏小和的茫茫心事 迟道者如何纪念六四 其实我呢 和王姨呀 于洁呀 我们呢 就是 我们是同龄人 我们都是七龄后 大概王姨和于洁 王姨 王姨好像稍微大两岁吧 我和于洁是不是好像是同龄啊 苏小和比我们 大个几岁 但是其实年龄也差不多 我们都是同龄人啊 那么 我们真的啊 都是这个六四的迟道者 当时发生六四的时候 我正在读高一 而且我 我是在河北亚的老家 在六四之前 我是亲眼看到 一辆辆冰车 从我的学校门口开过去 开往北京 在整个 1989年的春夏之交 从四月 五月 到六月 然后再之后的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乃至 我们 被洗脑 被 进行各种各样的 这个 颠倒是非 黑白 美丑的 那些 教育 我以前做节目也曾经讲过 我当时曾经啊 十五岁的一个少女 是吧 然后通过这些啊 来发现 这是假的 这是谎言 的确呢 这是 我们就是屠杀现场的 一个未成年人 萨尔瓦多诗人 达尔顿 在内战之前 就已被杀 但 他在一首题为 我们的诗中 记录了1932年大屠杀 一场造成三万起义农民死亡的残酷镇压 并在诗中一遍遍重复着 我们都是1932年的子孙 这个比喻 就像苏小和 我和王仪 时常形容自己 是八九之子一样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王仪 我想 中国反正是要是基督徒 肯定都应该知道王仪 王仪是 这个成都 那边秋雨之福教会的 这个主要的一个 这个负责的 这个牧师 那么 那么他呢 带领这个家庭教会 那么当然他现在呢 也是被 关在监狱里 被判了刑 他现在 仍然呢 只是 这个 在为 中国 是吧 在为中国人民 在为中国千千万万的基督徒 而在做 共产党的老 我在2005年的时候 曾经呢 在成都啊 那个见过王仪 王仪夫妇 中国 中国并不比萨尔瓦多文明和现代 中国与萨尔瓦多一样 暴力始终是人们解决分歧的最常用手段 并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于是 死亡成了摆脱奴役 或弃绝罪恶的唯一方式 苏小和写道 死亡要趁早 只有提前死亡的人们 才有希望变成天使 我羡慕那些被坦克压死的同学 他们的罪恶还没有展开 身体就结束了 这是所有哀伤中最大的哀伤 唯有此种哀伤可写成哀歌 于是苏小和独自写出一个人的哀歌 正如当年高行健独自写出他自己的灵山 这就是第一节啊 就是这个很多人的六四和一个人的六四 就是于杰就是把苏小和的这部诗集 和诗人梦浪编辑的那部诗集放在一起做比较 就指出来天安门哀歌是苏小和一个人的天安门的纪念 那么高行健的灵山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 这高行健的灵山呢我是读过的 有人说啊 施老师你读的书真的挺多的 对啊我是自身阅读推广人呢 读书读了四十多年呢 所以从我这个五岁十字起就开始读书 从来没有中断过啊 那么实际上我们中国一说起来说呢 中国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莫言 是吧 其实莫言不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高行健 中国人啊 因为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 他已经国籍已经不是中国了啊 但是因为啊 他比较反动在共产党看来啊 所以呢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并没有在中国大陆传开 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他就是以灵山而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 那么如果您要没读过 您可以找来啊 买一本是吧 来读一读啊 好 下边呢 第二个小标题 刽子手害怕诗歌吗 屠杀之后 写诗何以可能 这是德国的问题 也是中国的问题 当自以为完全清算纳粹罪孽的德国政客们 争先恐后 跑到纳粹升级版的北京朝圣时 当昔日利用纳粹集中营的奴隶劳工 发大财的德国工业巨头 今天继续利用中国的奴隶劳工 发更大的财时 这个世界毫无失忆 对啊 大家想想 新冠结束之后不久 是吧 甚至在中国新冠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啊 德国的总理就率团啊 前去参拜习近平了啊 阿多诺说过 奥斯维新之后 写诗是野蛮的 其例证之一 希特勒喜欢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阿多诺在研究贝多芬的论著中写道 希特勒与第九交响乐 我们拥抱吧 亿万生民 当然还有一个更让人震惊的例子 在劳芬修道院的荷尔德林纪念馆 展出的荷尔德林诗集旁边有一行文字 著名他在二战期间被应行数十万册 送到东部战场 以鼓励德国士兵的爱国主义激情 大家还记得这个辛德勒名单 辛德勒名单里边有一个触目惊心的镜头 就是这个纳粹在屠杀犹太人 然后呢看到 因为犹太人很富裕嘛 然后里边有钢琴 然后他就坐下 一个军官就坐在那里就开始弹琴 弹钢琴 然后另外一个军官就在靠着门在那里听 听了之后还给他点评 这是哪支曲子 那是哪支曲子 然后同时伴着这个过程中 然后呢那个那个那个 枪对着啊 这个什么天花板呢 什么橱柜啊 是把床底下呀 大大大大大扫过去 哎这个 的确呢是非常非常的 令人难忘的这种强烈的对比 然而阿多诺的文化与野蛮的辩证法并不成立 贝多芬无罪 荷尔德林也无罪 音乐无罪 诗歌也无罪 德国学者瓦尔特 严斯 耐人寻味的说 在还没有奥斯维新时 卡夫卡已经在奥斯维新中了 对呀 哎你去 你去读一读卡夫卡的作品 是吧 读一读卡夫卡的城堡 是吧 读一读卡夫卡的变形记 是吧 读一读卡夫卡的这个 呃 这个 呃 突然我突然忘了那个名字了 饥饿 饥饿 饥饿啥来着 突然给忘了 啊 读一读卡夫卡的致父亲的信 是吧 你就知道啊 在没有奥斯维新时 卡夫卡就已经在奥斯维新中了 保罗策兰在奥斯维新之后 用生命写诗 用诗医治野蛮 如埃莫里希在策兰传中所说 大屠杀之后 只有由此支出的之物 只有源自于这一基础的文本结构 才具有合法的身份 一切立足于哀悼 立足于眼泪之源 这是1945年后的文学创作 无法逾越的前提 在1967年出版的幻器 书页留白处 策兰写下一段文字 奥斯维新之后不写诗 括号 阿多诺语 这儿把诗歌想象成什么了 策兰是反对这个 这个阿多诺这种观点的 怎么你奥斯维新之后不写诗 你以为诗歌 是没有力量的吗 是吧 你以为诗歌就不能够去控诉 就不能够去哀悼 就不能够去产生这个力量吗 策兰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诗人 此前 因为一次已经约好的魏靖的相会 策兰写下一篇 与阿多诺进行想象性对话的散文诗 《山中对话》 斯特凡莫塞斯在分析山中对话时写道 策兰在这首散文诗中借用某些异地叙语的习语 这足以构成对柜子手的挑战 这句话啊 就是策兰的诗句啊 这足以构成对柜子手的挑战 诗歌是有力量的 像鞭子 像这个啊 像这个 这个 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是吧 像匕首 是吧 像想剑 这是我说的 策兰的朋友 埃德蒙亚贝斯 在词语的记忆 我如何阅读保罗策兰一文中指出 面对柜子手 他以与其共享的语言之名 鹤令其屈膝下跪 这便是他接受的豪赌 那是穿越词语的沉默之对话 其轻盈 一如自由而勇敢的飞鸟 这世上的全部庄严 浸在苍穹之中 一如大理石墓碑 被伤感的幽灵 置于无存的墓中 这世上的一切痛苦 浸在大地之上 一如漫长而恐怖之白昼的灰烬 在数百万焦糊的尸体上 涂流降色烟矮中 那难以承受的图像 这个评价非常好 就是说 这个诗啊 是吧 他真的是有这样的力量 就像自由而勇敢的飞鸟 这世上的全部庄严 浸在苍穹之中 一如大理石墓碑 被伤感的幽灵 置于无存的墓中 这世上的一切痛苦 浸在大地之上 一如漫长而恐怖之白昼的灰烬 在数百万焦糊的尸体上 涂流降色烟矮中 那难以承受的图像 所以不要修于写诗 是吧 爱要勇于写诗 事实胜于雄辩 测栏写出了配得上 奥斯威辛灾念的诗歌 比如那首死亡副歌 死亡副歌 如果没有读过的人 真的建议你去读一读 太好了 我在这里就不给大家呢 这个读测栏的这首死亡副歌了 你就输入死亡副歌 再输个测栏 是吧 就会搜出来的 在1966年出版的否定的辩证法中 也许正因为测栏 阿多诺修正了以前的说法 经受日复一日的痛苦的人 有权力表达出来 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 有权力尖叫一样 因此 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 你不能再写诗了 这也许是错误的 OK 奥斯维辛之后 仍然需要写诗 天安门屠杀之后 仍然需要写诗 在诗歌是对刽子手的挑战之意义上 苏小和的诗歌宛如匕首和头枪 抛开暴君的画皮 冠冕堂皇的领袖剁手导师核心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和习近平 全都被还原为吞噬万物 甚至吃人的野兽 鲁迅小说中 吃人的异象 频频出现在苏小和的诗句中 下面都是小和的诗句 还有呢 这个于杰的一些解读 你的饥饿深不见底 你的牙缝塞满婴儿的身体 多少年过去了 你还在吃时间 吃人 吃草木 吃星星 再过多少年 你才能吃掉你自己呢 下面是于杰的这个阐释 野兽吃掉自己 是野兽的宿命 毛泽东刚刚死掉 就成了反革命家属 习近平从小就被打上 反革命家属的烙印 下面是苏小和的诗 一个人到底要杀掉多少生命 才会被历史称为英雄 许多年以后 我看见他变成了杀手 之前人们都以为 他是一名书生 许多年以后 我在复星门看见他贩卖婴儿 接着在墓系地 又看见他杀死少年 后来 我绕到宣武门 看见他的嘴角滴血 之前 在菜市口 他已经吃掉很多死人 这是小和的诗啊 接下来是于杰的产诗啊 是啊 毕竟是书生 不单单是为江青授课的历史学者周一良的托词 也是三代国师王沪宁的金字招牌 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 他是唯一的政治学教授 这个我就不用阐释了啊 好 下面 下一个小标题啊 只有在愤怒驱使下写出来的东西 才是值得留存的 跟此前充满抒情意味的小雅歌不同 小雅歌是苏小和早前的一本诗集啊 这本诗集我也有读过啊 天安门哀歌不是一本能带来阅读愉悦的诗集 正如旧约中的哀歌 哀歌原本就是一种让人痛彻心扉的问题 你若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灵 是不敢翻开这本诗集的 你有足够强大的心灵吗 我希望你有啊 读苏小和的诗歌 如同读默亚充满暴力元素的小说 政治与社会暴力存在于这两位作家 本人不得不呼吸的空气之中 构成他们个人经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日常现实和难以超脱的存在处境 在默亚笔下 人物常患有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 总是怀疑自己被监视 被跟踪 世界与自我同时变得愈发扭曲陌生 甚至直至精神错乱 在另一个场合 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语言风格 我生活在一个暴力的现实中 一个粗糙丑陋的现实 在那里 犯罪被奉为最高价值 整个社会被人类最恶劣的天性支配着 我需要找到一种能够传递出这样一种现实的写作风格 是的 我就不可能采取比如贡格拉那种夸世问题 或者巴洛克式的文风 来讲述一个人如何脑袋连中好几颗子弹 这一类事 因为他在现实中就是砰砰砰 完了就这样 2018年10月 在接受爱荷华文学杂志主编的采访时 默亚又指出 暴力是人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倾向 而文明就是掌控它 为它另寻出口的一个过程 我来自一个暴力仍有待于被文明驯服的地方 在那里 作为暴力最严重表现形式之一的凶杀行为 层出不穷 屡见不鲜 作为一个虚构文学的创作者 描述暴力本身从来不是我的目的 我感兴趣的是挖掘人的内心 深入其中去观察人类对暴力的热情 是如何一点点生疼 这就是有良知的艺术家 他们所要做的事情 而不是像 像这个 这个三体 这样的垃圾作品 就是去赞美暴力 去宣扬这个暴力美学 我曾经做过节目 就是讲这个三体 他是如何去赞美暴力 他是如何以暴力美学来构建他的作品 如果你没看过的话 一定要去看看 我会坐在片尾 同样 苏小和也来自于一个暴力肆无忌惮的 践踏文明的地方 下面是小和的诗句 到处都是谎言 到处都是屠杀 到处都是血糊糊的旗帜 连最高统治者都曾是监狱的受害者 其掌权之后 却拼命加盖监狱 乃至将每一座城市 每一个社区 每一栋高楼都变成监狱 经过天安门屠杀 民众被吓破胆 被驯化 自愿为奴 人们遵行的原则 不是卡夫卡 所说的 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而是于华和莫言所说的 活着就意味着一切 这个我记得以前王小波也批评过 这个于华的活着 就是说 活着就是一切 你不管怎么样 只要活着就行了 是吧 王小波说 那样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活成任何一种可怕的样子 像莫言 你看莫言他自己的这个笔名就是莫言 是吧 就不要说 这个的确是非常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这种文化里 在我们的这种文化里 很多人 是吧 就是自愿的为奴 就是这个天安门屠杀之后 有很多人可能说天安门屠杀之后 好像没有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影响大多了 你知道吗 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 邓小平他们要总结过去改革开放十年呢 是吧 这不就是改革开放十年 总结改革开放十年来 是吧 为什么 这个社会变成这样 为什么人们竟然呢 上街了 是吧 竟然呢 要 要这个 不要关倒 是吧 打倒关倒 是吧 竟然呢 要民主 是吧 要自由 把自由女神的这个放在天安门广场上了 是吧 竟然静坐 绝食 示威 游行 这还了得 然后邓小平他就总结出来 我们改革开放十年来 最大的事物是什么 忽视了教育 忽视了教育 然后导致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就从 举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例子 就是从89年之后 就开始了 大学生入学一定要军训 北大这样的学校要军训一年 然后呢 再后来就发展成为什么 应试教育 所谓的应试教育 是吧 这样的天下英雄尽如无垢中 提海战术 然后呢 这个 现在你恨不得连幼儿园的孩子都要先去军训了 是不是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呀 然后呢 紧抓这个思想 政治课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东西 都是原子八九 愤怒 成了一种稀缺的品质 特雷莎修女的那句名言 爱直到受伤 或许应该修改成 愤怒直到受伤 我在苏小和的诗句中读出了愤怒 我骑着骏马 从世界走过 心中堆满 莫名的愤怒 这是小和的诗句啊 不必压抑或掩饰愤怒 正如墨亚所说 只有在愤怒驱使下写出来的东西才是值得留存的 一旦有温情浮现 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了 愤怒出诗人 愤怒出哀歌 枪 子弹 坦克 大火 刀子 鲜血 不治之症 坟墓 骨灰 病毒 死亡 幽灵 牢房 天安门 本里经 满嘴冒血泡的孩子 腐败发臭的尸体 在阅读天安门哀歌时 读者会不断遭遇这些词语 就好像被一波波惊雷 与闪电击中 下面都是小和的诗句啊 当人们失忆的走过开满鲜花的原野 你不会知道 一朵红色玫瑰下面 去年死去的兄弟 正在今年的土壤里腐烂 他先在木系地栽种了几颗康乃心 接着就朝着枪声走过去 每次丁阿姨这样做 他都能听见枪声四起 刚开始以为是幻觉 后来经过调查分析 证明枪声一直在响 我祈祷 死去的少年一定复活 他的身体不至于死 他会变成这个国家的一面镜子 这三节啊都是呢这个选自小和的这个诗啊 不同的诗 在中国不需去电影院看恐怖片 现实就是一部接着一部的恐怖片 苏小和是诗人也是摄影师 忠实的记录了从广场到乡村无时无地 不再上演的恐怖事件 从三十多年前北京广场上被杀害的孩子 到三十多年后 徐州乡村被当作奴隶和生育机器囚禁的铁链女 悲剧与悲剧之间有草舌灰线的联系 若不去探究源头 你可能沦为下一场悲剧的主人公 是啊 从某个意义上 在中国 每一个女性都是铁链女 每一个男性都是胡心语 每一个人现在活着的人都是八九之后的幸存者 好下面一个标题 向婴儿一边哭泣 一边呼喊父亲的名字 然而仅有愤怒的诗歌算不上好诗 在愤怒之外还需要怜悯安慰和盼望 这个一定要听啊 要不然的话可能有人呢就就吓住了 说哎呀我可不想读苏小和的天安门哀歌了 我不想做噩梦 如果苏小和的诗集仅限于愤怒 那我相信于婕也不会为他写序的 你要相信我也不会为你推荐他的这部诗集的 仅有愤怒的诗歌算不上好诗 在愤怒之外还需要怜悯安慰和盼望 索德玛和俄摩拉两座城市罪恶深重 人们怨声再道上帝要将他们毁灭 亚伯拉罕向上帝求情 你会不会为了五十个亿人而饶恕那座城呢 得到上帝的应允后 他又得寸进尺 继续向上帝讨价还价 将一人的人数从五十人减到四十五人 二十人乃至十人 最后上帝答应说 为了那十个人的缘故 我也不会毁灭那城 这就是圣经创世纪里非常非常有名的情节啊 在我的这个读经的节目里边呢 我是有读过啊 这个创世纪已经都读过了啊 摩西五经啊都已经读过了 如果您没有读过圣经 欢迎您啊听一听我的这个读经分享 今天比索多玛和俄摩拉 更罪恶滔天的城市是北京 久居北京的苏小河 对这座城市的罪恶如数家珍 一一写来历历在目 我看见他的城墙是用铁做的 铁在燃烧 护城河水早就死了 空中漂浮着血迹 乌鸦在山顶上唱歌 人们排着整齐的队伍 把头颅献给君王 而君王是一只小小的蠕虫 有时候他是不会说话的蚯蚓 尸体成了堆 魔鬼不忍看 刚刚这两节都是小河的诗啊 尽管如此他仍然仿效亚伯拉罕的方式 向上帝求情 我跪在骏马奔腾的长安街上 一遍又一遍呐喊 主啊你的怒火从天而降 是要将我们赶尽杀绝吗 这是小河的诗句 哀求刽子手揪错和平法 宛如第二次引颈救路 报复和苦毒的咒诅 同样不能寻回正义 却可以写诗 为这城求平安 我们不是广场上的杀人者 也不是下杀人命令 戴白手套并随地吐痰的 屠夫长和总设计师 总设计师 余杰故意写的是总设计 设计师 那这里其实就是说的 那个邓小平 这个戴白手套随地吐痰的 屠夫长和总设计师 这个邓小平呢 当初见那个撒切尔夫人的时候 就是啪一口痰就吐出来 撒切尔夫人位置侧目 中国人呢传为美痰 但是作为基督徒的 苏小和明白 我们是六四之后 中格滔天罪恶的一部分 我们并不外在于这些罪恶 我们需要记忆 也需要忏悔 上帝的恩典固然是白白赐予的 但若不去敲门 门又怎么会敞开 苏小和在写诗 也在敲门 所以说像苏小和这样的诗 就只有一基督徒才能写得出来 像苏小和这样的诗 也只有一个基督徒如于杰者 才能够理解 像于杰这样的文章 也只有一个基督徒如我者 才能够欣赏和解读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是有罪的 我们并不是以第三方的身份 完全的伟大光荣正确的 无辜的圣洁的身份来 指斥这些罪恶的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并不外在于这些罪恶 我们要记忆 是吧 我们要控诉 我们要哀悼 我们也要忏悔 我们要敲门啊 天安门屠杀之后的诗歌 不需要廉价的抒情 不需要虚幻的正义 却需要下流成河的眼泪 和忧伤痛悔的心 在这本诗集中 安魂曲 鸽子 春天 花朵 雨水 橄榄树 星空 天使 母亲 朋友 婴孩 少女 颜 儿歌 故乡 圣律号 充满怜悯 安慰和盼望的词语 以更高的频率出现 下面是一些小话的诗 鸽子在低空飞过 蚂蚁在尘埃游走 他们彼此安慰 像一道持久的风景 我们结伴而行 走荒凉的路 争取早日到达 下一个渡口 让我爱你吧 我爱多年以前的世界 那时人们生养众多 变满大跌 一张张脸 像雨水 在天上流淌 每滴雨水 都有他们自己的意义 归去吧 不要回头 不要回头 像婴儿 一边哭泣 一边呼喊 父亲的名字 像羊羔 像羔羊 吃下橄榄枝 然后遭遇狼群 当你停下来 这一生的苦难 就要结束了 这些诗句 洗尽千华 宿面朝天 没有炫耀任何技巧 于大词 只是谦卑的 接受上帝的光照 就足以抚慰人心 山崇水赋 已无路 柳岸花明 又一村 两岸原生 提不住 青州已过 万重山 若非上帝的介入 中国无法摆脱 鬼吹没的历史循环 中国人也无法结束 一生的苦难 说中国往何处去 中国人怎样才能够得到解救 没有别的路 只有转练向神 只有认罪悔改 只有人的尽头 神的开头 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开门 我不是诗人 我却知道 诗人如医生 我不会写诗 我却知道 好诗如药方 马内阿语 数十年如一日的挚友 索尔贝罗对谈诗 后者对写作做出定义 在写作中 我的工作是做我自己 他追寻卡夫卡所说的 那种大而清晰的答案 在写作中 所有这些有关什么是真的 什么不是真的 什么你可以相信 什么你不可以相信的问题 都变得真实了 然后你便有义务光明正大的 为他们找到答案 期盼苏小和继续写作 因为哀歌之后 必然是送歌 2022年11月8日 这篇文章还是挺新的 是于洁 2022年11月8日所写 怎么样 从于洁的 这篇诗歌评论 说是序言 其实是苏小和的诗歌评论 这个写的非常的棒 从不同的维度 从这个 现实意义 历史意义 然后呢 树林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 来谈论 这样一部 一个人的 天安门的哀歌 苏小和的天安门哀歌 我呢 我其实 喉咙 咽喉言又发作了 但是呢 我也给大家呢 把它 一边读边讲 一口气 讲了50分钟 所以 唯一的 这个 唯二的愿望啊 就是大家 点赞评论转发 PayPal赞赏我 还有 就是去买一本 苏小和的天安门哀歌 好好的读一读吧 而且我们一起 像于姐一样 期盼苏小和 继续写作 因为哀歌之后 必然是 送歌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把我的节目 分享给更多的人 请不吝点赞评论转发